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跟進一宗熱話話說有個女孩坐巴士 不滿中年男子望足她的全程 於是貼對方張相公審對方 事奸自己 反而惹起網上的罵戰 後續更出乎意料 情況如何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一邊雙也說說一宗法庭消息 說說有個女朋友拒絕擁抱 要求男朋友刪除一些照片 男友涉嫌毒打的女生 打到對方進入ICU 即是深切治療部 情況如何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另一個消息 有關近期新港城有一個三百多呎的單位 劏了十張假床出來出租 月中收緊多少錢和各位了解一下 網民覺得慘過住農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首先先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不過為你和幼稚園三天兩宗拐帶兒童的疑案 校方已經報警 要求加強巡邏 報導內文看到 再有懷疑拐帶兒童的事件 不過為你和幼稚園幼兒園統籌校長 尼園鳳怡在今天5月22日向家長發出通告 指今天接獲家長通報 上星期六5月20日子女興趣班過後 說在附近的麵包店裡有三個陌生人 打算企圖拖走其中一個小朋友 幸好家庸及時發現和阻止 而該校的一名教師在今天下午 在學校附近的美心麵包店時 也發現一名陌生女子徘徊 並送陣小玩意給他們的學生 老師上前向陌生女子查詢 對方拔足而逃 該校說已經向警方暴避 另外要求加強巡邏 呼籲家長提高警覺 不要讓小朋友獨自走動 HK012事件向警方查詢 各位網友看到相關通告 是相關幼稚園發給校內的家長 說到近期屢次都有一些疑似拐帶學童事件 其實日前都有另一宗在另一個區域 但近期的確越來越多拐帶兒童的疑案 一些傳聞等等 兩道都由學校正式發通告提醒家長 各位家長朋友要多加多加小心 根據HK01最新報道 港女坐巴士不滿中年男子 望足她全程 貼相公審對方時間 反而牽起馬戰 後續更出乎意料 報道的流氓提到 那位港女在今天5月22日在Facebook上載一張照片 今早早10時多 她乘九巴K17路線巴士從負線村去大埔虛火車站 期間被照片中的男子望足她全程 令她感到不開心 就說這位先生望足我整輛車越企越近 各位街坊女士要小心 從事主上載的照片看到 那個中年男子戴眼鏡 穿著湖藍色短袖上衣 右手是握著扶手眼望前方 鐵文隨即被網民廣傳 大部份人反而指責事主公審無理 就說看也不給看 也有人說男人真的很慘 面對網民的圍攻 說事主目前已經刪除了鐵文 但仍然被網民截圖繼續廣傳 蕭言這麼快玩爛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絡熱話一則 不過相關照片繼續廣傳當中 究竟那個人有沒有時間 事主不得而知 不過在網上的客觀情況 就是當他貼對方的照片上網公審之際 大部份網民都說你不應該這樣公審人 兼且是否看也不給看 結果這個人是要自己刪除鐵文繼續潛水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新港城330呎的單位 劏10張樓假床位是出租的 月租多少錢 網民知道後就說慘過住籠屋 報導的內容提到 日前網上瘋傳一個位於馬鞍山新港城三旗P座 面積330呎 擁有兩間房 一個廚房 一個廁所 那個的租盤單位 單位是景觀開揚的 房間更加有海景 但這個看上去不錯的單位 竟然被業主一共分成10個床位 從放租的網頁上的照片看到 屋內從大門一望入廳 就有兩張雙層的碌架床 而兩間房就分別有一張和兩張碌架床 當中有些碌架床的下架 更加是一張較大的雙人床 床位如果爆滿的話 就只有12個人一同塞進去這間屋 每人平均的尺數只得約莫28呎 整個單位裝修簡單 而且單位內所用的床 都是較舊式的金屬鐵架型的碌架床 而廚房就附有雪櫃、電飯煲、熱水機、煮食煲等等 不過洗衣機就沒有 業主在租盤上更加列明 女士限定 只限女生住 租金每個月約二千元起 如果預繳一年的租金 可以獲得九折優惠 租盤一出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有網民將重點放在業主所列明 女士限定之上 只業主相當不人道 一間屋只有一個廁所 只要洗澡也要排到2046 也有人說限女生欠廁所欠到電 也有人說如果要10個女生一同住在這個單位 更慘過住房屋 網民更加表示 單位裡面連張食飯桌也沒有 設備相當之簡陋 當然很多人批評 不過也有網民指 業主這樣出租 是這樣把房間拆這麼多人進去 都只有兩萬元 因為會人交二千元租 收到的錢也不夠交水電煤和保養 根本是虧本生意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也是基層悲歌 原來月租二千元 租一張樓架床 你又覺得值不值呢 不過若然真的塞10個人進去 10個都是女生 只有一個廁所 到時的情況又如何 網民比較關注這一項 另外也說說這宗法庭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男朋友用拿照要脅對方上酒店 疑似因為拒絕擁抱 而再要求男朋友要刪除照片 惹怒了這個男朋友 女子疑似遭到男朋友毒打 當場吐血 多處骨折 剛裂入了深切治療部 報道的難民看到 男子疑似不滿 已經是人母 即是人力媽媽的女朋友提出分手 涉聲稱將女朋友下身拿照 發給她的子女 希望那個女朋友到酒店見面 女朋友赴約後拒絕跟她擁抱 並要求對方刪除這些照片 男子涉及毒打女朋友的臉多一下 令到她吐血才停手 她為女方報警後離開 女事主送院後證實 肋骨和臉部多處骨折 肝部撕裂 一度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男人否認傷人等罪名 女事主在今天5月22日 在荃灣法院的時間就指 不敢再相信男人 被告黃永傑否認刑事恐嚇 和有意圖傷人兩罪 相關的案情應該在2020年5月 在香港發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來自法庭消息 亦是今天網絡討論的熱話之一 佳欣女子當時被她打入ICU 相關被告否認控罪 案件繼續在法庭審理當中 另外亦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警方在將軍澳、景林村 打擊非法街頭賭博 拘捕了12人 年紀最大91歲 報道的難民看到 警方在將軍澳展開打擊 非法街頭罪賭的行動 在景林村 拘捕了10名男子和2名女子 年齡介乎52至91歲 涉嫌在賭場以外任何場所 或街道之上進行賭博 他們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年紀最大91歲 再說一次 街頭賭博一涉及錢 已經構成犯罪因素 近期除了將軍澳之外 較早前葵聰都試過拉一個人 都是84歲照拉 一次年紀比一次大 今次是91歲 另外亦說說這宗消息 疫情升溫 東華三院馮饒敬醫院爆發新冠 12個病人中招正在隔離治療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再次提醒各位網友 近期新冠的確診情況非常嚴重 突然之間就好像流行起來 記住中招都頗辛苦 很難康復 所以各位網友近期保持一些社交距離 若然有些擔憂 尤其是未中過招的 因為最近有個說法 通常都未中過招 去診所 很多診所都爆滿 所以各位網友多加注意身體情況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